国大医学院和耶鲁新加坡国大学院 目前已在实行新生首个学期 选择不计分的制度 来临8月份 这项制度将扩大到其他学院和科系 影响将近7000名新生 国大希望能够从中培养正确的学习态度 同时协助新生更好的适应课程 尤其是很多的这些国民服役的学生 因为他们在当兵的时候有两年 两年没有接触到学习的环境 所以他们一进来大学 可能有一些不适合的情况 有学生表示 对于还没有拿定主意 要念什么科目的学生 新制度将带来很大帮助 有了这个没有成绩的第一个学段 学生们能去试试看其他部门的科目 然后才决定这四年想读什么东西 国大表示 新生选修的科目还是会评分 学生可以选择是否计分 因此不会影响毕业时的最终成绩 就需要关注注的关注 我们下期见 给大家喝点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